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流突然变得很湍急 重散了他们 而远处则发出了一道蓝光 击中了阿里克斯 而他的男友发现阿里克斯不见了 连忙逃走了 过了一会儿 阿里克斯醒了过来 但是他好像失去了部分记忆 当他独自在路边走的时候 一个好心的大叔将他送到了附近的商店 阿里克斯发现手臂上面的电话号码 便联系到肖恩 肖恩把阿里克斯带回了自己的家 第二天肖恩出去帮阿里克斯买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电视上面播放了阿里克斯失踪的消息 肖恩便想把阿里克斯送回家 回去后弟弟发现瘫痪的奶奶好了 他可以行动自如 而且这是阿里克斯的超能力所为 肖恩不相信弟弟说的话 便将阿里克斯送回了家 可是阿里克斯的妈妈因为他失踪 总是责怪阿里克斯 他不想待在家里 在妈妈又一次来吵他的时候 阿里克斯抱着肖恩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在即将落地的时候 阿里克斯使用了超能力 让两个人停留在半空中 才使得他们没有摔得很惨 肖恩这才相信了阿里克斯拥有超能力 阿里克斯想去山那头看看 因为他总觉得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他 这天晚上 那个好心的大叔告诉他们 除了警察在抓阿里克斯 还有一个神秘的组织也在抓他 肖恩他们上了大叔的车 大叔递给阿里克斯一件牵制的马甲 为了防止伤害别人 原来那道光是外星人所发出来的 有一个组织很早发现了这个情况 并试图与他们对话 然而却使得更多人被光线照到 这些人一般都活不过六个小时 而阿里克斯却活了下来 于是组织便想要将他带回去研究 大叔还告诉肖恩不能靠近阿里克斯太近 否则他也会死 肖恩自然不愿意离开阿里克斯 而阿里克斯也不想伤害肖恩 他便连夜走掉了 只不过肖恩在第二天很快地找到了他 两人一起去山那边 想要弄清楚 在半路上被那个组织的人给带走了 阿里克斯被带去研究脑电波了 而肖恩似乎也快不行了 一直在冒虚汗 阿里克斯那边却忽然出现了问题 他的身体再散发着巨大的辐射 旁边所有的金属都飘了起来 辐射程度超过了安全值 所有人都吓跑了 阿里克斯一个人躺在仪器里面 肖恩拖着快不行的身体找到了他 并且试图叫醒他 然而却没有用 忽然阿里克斯醒了过来 他扶持肖恩跑到了外面 组织与外星人沟通的反光板处 控制反光板发出了讯息 招来了伙伴治愈了肖恩 随后阿里克斯化作一道光 消失在空中 这部电影虽然属于科幻类 但也描述了一段唯美的爱情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正片哦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再见